近來你見到,其實我經常都在說,我都說鄧布林肯是可憐,我很可憐一個在他的位置的人 他每天上班都在想要說什麼謊話,怎樣去抹黑中國 但是現在你發覺越來越看,原來他好像跟拜登都沒有怎麼合作這個台詞 有時候布林肯都很孤軍作戰,他自己想一些不斷上班,想謊言,自言其說 剛才李同說了,上星期布林肯污滅中國,他說中國將會提供一些致命性的武器 給俄羅斯,可能是指彈藥方面,或者一些比較先進的武器 他應該說會提供一些致命性的武器,現在已經在提供非致命性 將會提供致命性武器 好了,似乎他更加會作出來,說我很快就有些證據告訴大家 上星期是說的 說完之後,其實很快就跟記者說,我會很快拿出證據 幾天之後,你也預料記者會問你拿出證據 他當然不發聲 那個國家安全顧問也不發聲 反而拜登發聲 剛才李同提過,拜登發聲 我先看看拜登說了什麼 拜登接受哥倫比亞CBS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他不相信中國會提供武器給俄羅斯 如果真的會的話,美國就會有行動 所以可以看到布林肯和拜登基本上都是各有各說 好了,最新一個 就是布林肯又說了一些新事 這個被視為近來的外交方面的大笑話 我看看他說了什麼 在兩天之前,24日 布林肯接受CBS採訪 被問到現在美國政府 當美國民眾陷入經濟困難的時候 仍然向烏克蘭提供了大量的支援 到現時為止 在過去一年已經提供了超過30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就問了 布林肯,你覺得這個是對不對呢? 布林肯就說了 我認為大多數的美國人 就是發誓內心地 就不喜歡看到一個大國 就像俄羅斯一樣 就欺負另一個國家 例如烏克蘭 美國人就認為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就想做一些事情 所以相對來說 美國納稅人就非常慷慨 而美國政府 是會確保 我們是很適當地運用 這300億美元這些錢 去對付這個 他們視為一個 大國欺負另一個國家的 一個不公義的事情 所以美國要做些事情 布林肯又補充說 從根本上來說 現在發生的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世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 其實世界各國都團結起來 成立了聯合國 目標就是防止再爆發另一場世界大戰 所以世界各國都同意一些基本規則 例如一個國家就不可以肆意攻擊其他 其他鄰近的國家 不能夠試圖用武力奪取土地 也不能夠試圖從世界地圖上把它消失 將它抹去 將它欺凌 現在俄羅斯正在做這些事情 對烏克蘭人民作出一個侵略 更加是對維護和平和穩定核心原則的侵略 布林肯強調如果對這個行為放任不管 潘多拉的魔盒就會打開 如果你放任他不管 這件事發生之後就會陸續有來 到時候到處全世界都會是侵略者 到時候我們這個世界 就會生活在一個充滿衝突的世界 這個就是布林肯說了一件 對於為什麼美國要用300億美金 去支援烏克蘭的藉口 聽完這個藉口之後 很多網友都會心微笑 很多網友都出來指責 我們看看俄羅斯外交部的發言人 扎哈羅娃說了什麼 他說布林肯你是不是不太懂美國歷史 究竟我們有沒有聽錯 布林肯你現在究竟是幫美國政府說話 還是幫世界其他國家說話 如果你似乎是幫其他世界國家說話 因為你正正說出了 美國是侵略其他國家的一些惡行 因為美國在80個國家 建立了750個軍事基地 以及不斷地發動戰爭 在過去幾十年 只有幾年美國沒有挑起戰事 扎哈羅娃說 美國的歷史是短暫 但是非常血腥 對任何不願意順從他意志的國家 都懷有敵意 他說布林肯麻煩你看看自己 美國國家的歷史 比如1846年的美國墨西哥戰爭 1898年的美國西班牙戰爭 1999年美國是 軍炸南斯拉夫 和佔領塞爾維亞的科索玉 還有美國是用打擊恐怖主義的一個藉口 非法佔領敘利亞三分之一的領土 當然了 扎哈羅娃也沒有提到 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等 這些事件 敘利亞有 伊拉克和阿富汗 美國如何入侵 美國用什麼藉口去入侵 從而獲取利益 也沒有提到 所以布林肯現在指責俄羅斯 是一個大國霸凌 他這個說話 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很大的迴響 不少網民嘲諷 布林肯的發言就是 本年度最搞笑的外交語錄的有力競爭者 就是說 如果我們選今年的最搞笑的外交語錄 布林肯這一番說話 相信 商會當選的機會都很大了 好了 這個是 我們看到 布林肯、拜登各有各說 布林肯說了出來的東西 真是真心話 正正就是 美國現在在做的一些事情 在全世界做的事情 就是他指責俄羅斯做 但是其實美國在全世界做 類似的事情 做得更加多 更加密 而且 說了出來 基本上引來大家的嘲諷 好 最後的話題 講講 俄烏戰事之後 引發現在歐洲的一些發生的事件 剛才 湯姆斯提過 就是德國剛剛在星期六 在首都柏林爆發了大規模示威 發起人說 有超過五萬名的民眾 聚集在 撥蘭登堡門前 就是示威 當地警方出眾了1400個警察維持秩序 警方就說 應該是有一萬多人參加 就沒有五萬多人參加 好了 我們看看示威群眾 究竟是想表達什麼 這張圖表就說了出來 那 德國柏林的民眾就舉起 談判而非升級 外交解決 反對公武 等等的標語 就反對西方國家向湖阿蘭提供武器 另外就呼籲和平解決地區衝突 民眾認為德國政府持續向湖阿蘭輸送武器 為戰爭火上加油 引來民眾不安 這個發起活動就是由 德國的左翼黨政客 沙拉瓦根克內希特 和一個作家 艾麗斯斯瓦澤發起的 主辦方指出 河烏衝突持續的話 全世界將會面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 強調談判不等同投降 談判意味 雙方為防止數十萬人死亡 或者更糟糕的結果 而作出讓步 這就是他們示威群眾的想法 也是半數德國人的想法 所以敦促德國政府 停止武器交付 領導一個強大的聯盟 繼而在德國和歐洲層面 實現停火和談判 在抗議會議上 特別點名 批評德國總理索爾茨 和外交部部長貝爾伯克 認為現在政府不能代表德國民眾 呼籲德國人發出全新的強大的和平運動 開始的信號 其中一名退役軍人就說 真正的敵人 是在倫敦和紐約 他就亮出這個環額 究竟世界真正的敵人 或者德國真正的敵人在哪裡呢 在英國的倫敦和美國的紐約 他也接受英國《韋報》訪問 他就說 現在金融勢力才是衝突的幕後黑手 他們對結束戰爭毫無興趣 大家都知道 我都說了很多次 俄烏戰士交著 美國為首西方國家 現在跟著美國向路走 而最後得益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賣液化天然氣給歐洲的液化天然氣箱 美國賣武器給歐洲的軍火箱 或者是石油箱 就是這一群幕後的利益集團 所謂金融勢力 他們對結束戰爭是沒有興趣 現在其實很多人都看到 德國這個民眾 這個退役軍人都看到 全世界其實很多人都看到 如果不是北溪本道 怎麼會被人炸了 北溪本道被人炸了 最大的益者是誰 大家都知道 幕後黑手是誰 都猜到 好了 英國路透社也有報導 這一次的德國抗議活動 主辦單位認為 有人認為 俄羅斯普京是入侵其他國家 指責普京入侵其他國家 其實在政治上是誤導民眾 這個是 德國的財政部長 譴責這個活動 從新不站在烏克蘭一邊的人 就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 所以德國政府依然有發言人出來 指責這些示威者 但是我們看看示威者 有一個和平宣言的活動 這個和平宣言的活動 是一個請願書 要求大家簽名支持和平宣言 到現在為止 由2月10日發展到現在2月20多日 短短十幾日 已經有64萬人簽名支持了 這是德國最近在周末發生的事 好了 我又看看英國最近發生什麼事 英國最主要是受通貨膨脹影響 能源短缺 食品價格飆升 但是這個圖片顯示 這位女士 我想她的衣食都非常負足 不是一般的英國人 沒錯 這位正正就是英國的環境食品 與鄉村事務大臣科菲 科菲說什麼呢 她日前接受 在國會當中受到對手 工黨議員馬斯凱爾的質詢 關於她怎麼可以確保 英國人民的糧食安全 這位英國環境食品與鄉村事務大臣 科菲就說 現在的通貨膨脹是嚴重 政府向弱勢的族群提供家庭支援基金 和地方社會補助 是有做的 雖然我們有做 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 現在的東西貴 糧食又貴 你們不夠錢買東西 其實你們不夠錢買東西 你們可以做什麼呢 提高收入 你們提高了收入 就有錢買東西 你們不要工時這麼短 你做長一點就可以了 你不要做八個小時 做十二個小時 譬如 你們不要失業 你要找工作做 不要做一份或者做兩份 之而此 他的語氣就是這樣說 他就說 你不要讓自己失業 你要令自己工作更加長時間 還有提高技能 就是叫人多讀書 或者讀多課程 提高自己的技能 武裝到自己 那你就可以獲得更加多的收入 那你就可以買到糧食了 所以說 這個 英國的環境部長 說這些話 引來很多人的憤怒 科菲還指出 他說 你們沒有錢 吃一些貴的菜 譬如 你們沒有錢吃蕃茄 那你不要吃蕃茄 你去吃大頭菜 吃一些便宜一點的 譬如去吃蘿蔔 這樣 他說這些話 有人指出 現在英國 食品價格 以最快速度上升 通貨膨脹是16.7% 是45年以來最高的水平 現在英國的貨架上的食品 價格不斷上漲 不僅是上漲 甚至乎是缺貨 蔬菜最近也缺貨 那你作為一個環境和食品的部長 竟然在說一些風涼話 叫人做長一點時間 做長一點時間 去學習提升自己的技能 那便多些錢 可以賺多些錢 那這個就非常不負責任 所以工黨反對黨這個議員 馬屍可以就很憤怒地說 那現在你叫人 就是延長工作時間 就買得起食物 這個說話 可以說是令人非常震驚的 你這個環境 食品部長 將這個糧食短缺的責任 就推卸到民眾身上 就指責 變相地指責 就是民眾身水低 你們窮 你們沒有技能 讀得輸少 所以你們就沒有錢養家 不夠錢買食物 所以你們就熬餓了 這個工黨議員就指出 現在很多英國的民眾正在熬餓 每天只是簡單吃一餐而已 或者有些完全沒有錢買食物 政府應該主動去支援有需要的家庭 而不是說一些風涼說話 就要求他們更加努力工作 當然更加努力工作都是應該做的 但是不是應該出於你這個環境食物的部長 你自己可能就是 風衣足食 肚滿腸肥 但是問題是你都要明白 你作為一個環境和食物部長 你不應該說這些風涼說話 是更加應該去幫助和支援有需要的家庭 近日新聞都看到了 冬季接下來 英國的蔬菜的短缺 農民的收成是比較少了 所以近來英國的番茄、青椒、小黃瓜等等的項目 都是頻頻缺貨 這個也是反映了現在的實際情況 都是比較嚴峻的 歸根究底 都是俄烏戰士造成的一個連鎖反應 但是俄烏戰士的成因 俄烏戰士為什麼這麼久拖了一年都還沒結束 大家也知道幕後的黑手究竟是誰 大家好 小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附在訂閱石榴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我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些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也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 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講的 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報 去巴士力報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力報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